我不会出卖公司的 我当然相信你 肯定相信你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不止我 大家都相信你 对吧 东东 陈老师 我也想相信不是你干的 但是公司上上下下都查了个遍 只有您的账号出了问题 就算这中间真的有什么误会 那又怎么解释 连浏览的照片 都跟海耀发布会上的一模一样呢 东东 我说我们一起工作这么久了 怎么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呢 你相信陈老师 我只能说我相信证据 没事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明天我不会来了 什么 他难道要开除你吗 我们聊聊吧 我们聊聊吧 过来坐 这是怎么了 现在整件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 不能因为陈阳的浏览记录 我和泄露的图纸一样 就认定是他做的 可你现在听他的职 就相当于告诉全公司 他就是贼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整个的过程都还不清醒 其实我跟你一样 我也不相信陈阳会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评定的整个过程 不能太主管 我要给全公司上下 和所有的员工一个交代 好 那我再问你 陈阳为了水色的付出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为什么要拿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呢 莫菲 你不觉得你现在管得 有点月下了吗 好 好 谢谢 你一定会难过 你一定会想我 却一如既往的洒脱 面无表情的你对我 说放手 就放手 你也许很难过 你也许很羞慕 你也许很羞慕 恭喜你提前杀青了 我许起背景的角色 独角戏 全给我 好 那你也许很羞慕 你也许太乐了吧 你再去看你 看一眼 那些事情 collo 让我失踪 也不再打扰你的人生 没想到你们组这么快就要散伙了 散不散伙也是唐总说了算 也是 你本来就是过来实习的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你好像快开学了吧 我会等到这件事情 雨雪落述出的时候才走的 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 看来还是得请有关部门过来处理 什么意思 字面上的意思 你要报警 明轩有时间陪你玩 股东都没有 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 专业的事情 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士来解决 毕竟我们公司不是法院 不是吗 你要干吗 只有五天的时间 我会证明程阳的清白 你有什么资格要求我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开明远吗 如果在这五天之内 我没有证明程阳的清白 我会选不开走人 怎么 不希望我离开啊 好 最多两天 三天 也不要太过分了 否则的话 我就会一直在明远待下去 到时候我会让保安 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 好 因为发布会的原因 公司的股票一直在跌 对不起 爸 SLC的收购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钱 SLC的收购对公司来说 打击是沉重的 接下来如果再发生一件类似的事情 后果不堪设想啊 爸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希望您可以相信我 我可以把后续的事情处理好 最近夏叔叔家有没有去啊 没有 经常过去找不动 公司现在是多事之丘 争取夏家一家人的支持 很重要 我有能力可以自己处理好 明轩 这些年你应该清楚 很多的事情我不想插手 但是轻舍到公司的存亡 我必须要管 这是性质上的问题 你得清楚地知道 你现在承担的不是对某一个人的责任 是整个企业它的存亡和未来 是我们明远集团所有员工的饭碗 你是我的儿子 其二代 你的这个命运改变不了 这就是一种归宿 你要知道 总有一天我夏叔叔或者是方卫我 要退出历史乎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 要成熟要稳重 让自己强大起来 你才能承担一个企业 明白吗 胡董 我喂 你不认识 我问你 我说你是我们的脚 人生 我这个也وں 我据你 感谢观看